这个档非常简单 先生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我们看看去 我猜你就没睡 不打架你吧 什么话啊 这么晚来一定是有事 总 还是你了解我 其实也没别的事 我买了点豆腐干的 想在这喝点 咱们兄弟俩 好长时间没坐在一起聊聊 好啊 曼华 拿下酒瓶 曼华现在是越长越出落了 不像我们家杜珍珍 哼 到现在还是个黄毛鸭子 有时候真的开玩笑 珍珍都快成电影明星了 哈哈哈哈 曼华 你还是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上学 那师赔了 哎 我真是羡慕你啊 我有什么羡慕 潇洒 你自己能做你自己的主 不像我 一天到晚搅和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是非当中 今天早上我还被别人给耍了 哦 有人敢耍杜大探长 你是不了解我的苦衷啊 今天早上我接到一张当票 我到当铺一看 你猜 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玉禅厨 奇怪吧 还有比这奇怪的呢 也不知道谭笑李是从哪得到的消息 他也赶到了当铺 正好看见我手里拿着那只玉禅厨 他当时就觉得 是我私藏了这个东西 有那么蹊跷 说实话 我一直还在怀疑谭笑李呢 怀疑他坚守自盗 你看 你也会这么想吧 我现在还怎么怀疑他呢 谭笑李是当着众人的面 收到的这只玉禅厨 他就只能献给大帅 他不会再玩别的花样 没意思 那么排除了谭笑李 我又想起一个人 一只眉 他 他 他就更没有理由这么做了 是啊 他八年前就拿到这个玉禅厨了 他现在还嫌这就风波干什么 我想来想去 这里面一定是有咱们 猜不透的原委 唉 在上海滩 做华总探长 难做呀 俗话说得好 树大招风 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 可都盯在这个位置呢 你什么都没做你就招人家妒忌了 有时候想起来 我真是不想干了 我就想回家待着 省心 你真这么想 但是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些胡作非为的人 在上海滩为非作歹 我想起了他们 我就觉得我吃点苦受点累 这并不算什么 这 那你打算怎么做 谭笑李这个人 太不是东西了 我一定得把他赶出上海滩 剩下的那些小人 坏人 捣乱的人 我还得请碧凡少爷出山 帮我查一查 究竟谁是幕后曹总 我说 我想 您一定不会拒绝 我会进入 诺大一个上海滩 能让我相信的 只有你一个人 有时候 想起来 跟碧凡少爷小的时候 在一起的日子 你吃一口肉 你给我一口笋 然后你又给我一口肉 你再吃一口笋 只有在童年 才有快乐的时候 是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其实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这心里 才是最轻松的 我送你 那好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好 我就不远送了 请留步 一步 早点休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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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盯着他 也许他能 帮咱们找到陷害我们的人 这 这个必烦靠得住吗 把手放下 靠得住 靠不住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能帮我们找到线索 那我们还跟他干嘛 反正他会给我们提供线索 笨蛋 你以为他是沾省油的灯啊 我告诉你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最安全 是 好 立凡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你真打算帮他吗 不存在帮不忘 难道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 我只相信真相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千万要小心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你休一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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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大侦探光临小殿 想必是为了玉蝉厨的事 你怎么知道 这还用说 自从玉蝉厨现世 你们就几乎天天上门 把我们这儿走动得挺有人气 玉蝉厨是在你这儿出现的 你难道不知道 天地良性 我真的一点不知道 你想想 我要是知道 还不得赶紧藏起来 我去交给杜总探长干嘛呀 那那个荡玉蝉厨的人 你应该见过吧 前天我正好上杭州进货去了 不过听我们伙计说 是烟鬼模样的人 烟鬼模样的人 对 他肯定是缺钱买烟抽 也不知道这瓷城里面有个宝贝 够他抽一辈子的大烟了 请问一下 张教授府上在什么地方 不远 就在那个江苏东路 你到了那儿一问就知道 谢谢 江苏东路 好 知道了 以后有事尽管来啊 我有问必答 来 快点 跟上前面一两次吧 好嘞 快点 来 怎么办 三个 三个 来 这是张教授 是 里边请 先生 这边请 谢谢 敌大侦探光临寒室 不让有何贵干啊 毕凡来得冒昧 因为有些事实在是没准清楚 今天特地来向您请教 请坐请坐 您请说 前几日我们一同在唐公馆 目睹了玉蝉厨从天而降 所以我今天来试想 是啊 当时的情形真是想都想不到的 是 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玉蝉厨的来历 惭愧 其实对于这次玉蝉厨 我了解的 也就是那天我在唐公馆里所说的那些了 那验证方式您是怎么了解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也是听人说起的 听人说起的 是今朝电荡行的葛涵将告诉我的 是他 他最神奇之处在感知水气 只要周围有水气的存在 他就会凝结在蝉厨的背部 结成一个个金银梯土的水珠 张教授可真是见多识广啊 你能确定是他告诉你吗 错不了 其实那葛涵将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只是喜欢玩票而已 他好像对这种古古怪怪的事情很了解 我们俩闲聊的时候 我总是向他请教 还知道不少奇闻去世呢 这件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太奇眼了 好 我就不打扰他了 我先告辞了 您留步 你这就走啊 我还做了好多类似的这种事呢 您坐好了啊 哎哟 毕大侦探怎么刚去又回来了 我有话 是吗 我正好备下了一桌韭菜 走 咱们进去喝两杯 好吗 哈哈 来 毕侦探 请 坐 我来呢 就是咱们边喝酒边说不迟 来把我那些冰镇的德国啤酒拿来 是 毕侦探可是刘洋回来的 最喜欢喝啤酒 是吧 哈哈 真是喜事珍宝啊 哎 毕侦探是你偷的 为什么是我 你有证据吗 当然有 当时毕侦探一出现 大家都很惊奇 马上就围了上 按道理 像你这么一个爱好宝贝的人 应该希望自己尽早地让雨缠除传到自己手里 只有你故意绕到队伍的最后 最后一个才拿到 这不符合常理 那我又是为了什么呢 很简单 你故意在最后一个拿到雨缠除 就是想在最后一刻给它调包 以假换针 可后来做了实验 证明那只雨缠除是真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只是我们一时没有想到 跟这个啤酒的道理是一样的 任何玻璃玉器在冰镇之后 在常温下都会出现这样的小水珠 而你在擦针预缠除的时候 将冰镇后的假预缠除换了包 你做的什么下雨试验 只不过是故意设计出的 扰人耳目的说法 那不是我 那是张教授说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刚从教授家出来 他证明了这种说法 是从你那儿听说的 你还想否认吗 好好好 我确实是否认不了 毕先生 您的确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还有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就是一只美 你才是这个事件里的真正高手 你在不知不觉中 把杜邦谈笑里 还有我都玩得团团 甚至我收到的那个奇怪的报纸 也是经你的手 还有 这个 也是你故意安安的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做了这么多事 到底想干什么 您就别多问 你先跟着 好 四川陆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你想要的结案报告 加上你原有的那些 就是完整的一份 是你 是我从巡谱方拿的 也只有我才能拿 给你这些 是想拜托你 帮我查出真相 我要知道 是谁杀死了李宗盛探长 难道不是你 在全上海人眼里 他是德高望重的总探长 而我只是个小毛贼 但在私下里 他是我的恩人 我们是生死之交啊 你跟李总盘长 对 说起来 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你终于被我抓住了 废话少说 我一只梅既然失了手 要杀要挂随你便 我只求死个痛快 你以为我把你抓进来 就是想杀你吗 你还想干什么 我一只梅虽然是个非贼 想来凭良心做事 你要是有什么鬼点子 趁早撕了这条心 凭良心做事 说得好 其实 我已经查了你好几年了 如果不是欣赏你这样一个义贼 你早就死定了 今天我抓你 不为别的 就是想见一见你 顺便告诉你一句话 你劫富济贫 英雄侠义 让我敬佩 但是 鸡鸣苟道 终究不是大丈夫所为 凭你的身手 你完全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乘治建宅 李总探长就那样放我走了 出来之后 我决定洗手不干 以报答李总探长的知遇之恩 所以 就开了现在这家当铺 这么说的话 你跟他的交情的确不紧 那后来呢 后来 我们就成了朋友 我还经常去看他 当然那都是秘密的 一直到展览会上 预缠除被窃之后 预缠除是国宝 你不该动的 不是我 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我相信你 但是除了你 还有谁 能有这样的生仇呢 如果没有第二个我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是什么 坚守自盗 有人设了骗局 后来的事情 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 李总探长也猜到了 但是却没想到 整个骗局 就是冲着他去的 报告 公使的案到 那你先闭一闭 回头我再找你 好 你口口声声说有把握 这就是你的把握吗 拿着假玩意来骗我 你是想升官想疯了吧你 连我也敢骗 就凭这件事 我能让你这一辈子 再也被他当成团长了 我是第一次看见 刑事一贯稳重的李总探长 被人害得那样的窘迫 那么是谁害的 难道就一点线索都没有 李总探长根本没有想到过 有人会故意害他 他一心只想着破案 至于说害他的意义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 那就是杜邦 以他的性格 容不得别人在上面压 更何况像李总探这样正直了 李总探长查出 谭世杰曾多次制造假案件 交给杜邦查办 给杜邦增加了不少功绩 令他步步高升 所以他认定 谭世杰和杜邦一定是互相勾结利用 而在展览会上制造欲缠除的失窃 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机会 既能把李总探拉下马 又可以让杜邦取而代之 还可以让谭世杰获得西式争奉 对 只不过这是我们现在的猜测 当时李总探长并没有发现杜邦的野心 他一心只想着破案 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 为了证明我们的推测 我潜到谭世杰的家里 我潜到谭世杰 不出所料的是 郁禅厨果然就在他家 依你所看 李总探是怎么被杀的呢 关于这一点 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 我带着郁禅厨 正准备去报告李总探长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夫妻俩 已经被人杀死在家里了 关门 关门 你现在想干什么 为李总探长声冤 找出杀他的真凶 要是按你说的话 你没有杀害总探长 也没有偷得郁禅厨 我的确没有 我可以相信 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明谁是凶手的证据 我也是想找到杜邦他们使坏的证据 所以才偷来了结案报告 可是我看到他整整八年 都没有在其中发现一丝破绽 这就是我要找你的原因 八年了 我一直背负着罪名 我一直背负着罪名 李总探长在九泉之下难以安心 老天爷让谭世杰早早地下了地狱 可是还有杜邦 我明明知道谁是凶手 却苦于没有证据 无论如何我只是个贼 非贼也好 义贼也罢 我哪看得出这些奸人们行事的破绽 现在你来了 我只能拜托你了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啊 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侦探 有良心 对 以你的身份 以你结交的洋人和军阀们的势力 当年杜邦陷害你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可你没有了 你站出来揭发了他 有这样的作为 那绝对是一个有良心的正派人 良心 良心 你不答应 就凭良心这两个字 我想我不会看错 我答应你 谢谢 曼华 你看我这条裙子怎么样 本来啊他们要给我做大红色的 大红色多俗气啊 哪有这条裙子这么好看啊 你啊就知道买衣服 我觉得你的衣服已经够多的了 哪有啊 衣服嘛本来就是要搭配着场合 心情和朋友来穿的 你啊就是跟不上潮流 你跟得上潮流 我来欣赏不就行了吧 曼华你看你每天都穿得那么素 改天我让他们也帮你做一条裙子 好吧 两位学姐好 我有件事情想打扰一下 我是刚从北平来的 才到学校对上海不熟 我想买些东西 不知道 你们两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上海哪里的东西比较好 买东西 买东西找我啊 你想买什么啊 是衣服化妆品还是零食啊 我陪你去吧 曼华你一块去吧 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 你陪她吧 你要买东西啊她可是个行家 你们去吧 你看这个人就是不懂得享受 那我陪你去吧走 对了忘了问你的名字了 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我叫菲儿 菲儿 很有品味的一个名字啊 我叫杜珍珍 杜娟的杜 天真的珍 你叫我珍珍吧 珍珍 杜珍珍 走我们走吧 炸好了 我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尽了 你还有没有一点当警战的常识啊 当时不是我去跟的 您不是说不让被发现吗 我就派了个弟兄去 那你倒派个机灵点的呀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必烦去找葛寒江 就是查问那张当票的事 后来俩人就出去了 这不就跟丢了吗 不过我想肯定没什么 也就是吃顿饭什么的 你想啊 就你想的简单 以后办事给我小心点 是 是 总团长 那您说毕凡找葛寒江 能查出点什么吗 一个开当铺的 能知道什么呀 你别管了 以后我自个儿给他查个清清楚楚的 总团长 您知道吗 大帅又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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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打胜仗你高兴什么 不是我是想啊 这消息是不是对咱们有利呀 你真这么想的 啊 你觉着这个消息对我们有利 是 是啊 正相反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谭孝李 他是大帅的刚儿子 大帅打了大胜仗 得了士 那他还不扶摇直上啊 从他刚开始来上海的时候 我就预感着不对 你看看他现在 张牙无爪 目中无人 再借个东风 马上就成为你我的心腹大坏 总探长 您多虑啊 俗话说强牙磨地头蛇 您杜总探长 又岂是地头蛇那么简单 您说是不是 出去 跟我出去 总探长高明 总探长高明 对高明 说拍把题你还会干什么 高明 高明 您瞧瞧咱们大帅多喜欢这宝贝 您这么一送正好又是大帅凯旋的时候 他想不高兴都难 说实话 最近咱们大帅这几个胜仗打下来 不要说您 就是我们的脸上也有光啊 现在好了 有了大帅的庇护在全上海滩 还有谁敢跟您说的布子儿啊 慢慢来 上海这块地方 有的是油水 得好好捞一把 这个杜邦和上海商界的关系密切 咱们今天就从他那开刀 特派员英语 不需要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我下去看看 走开 走开 他妈的 你敢着去投胎啊 你看看这是谁的车 喂 你怎么那么霸道啊 汽车不长眼睛 你不会看路吗 你个小丫头嘴巴都蛮厉害的嘛 你撞了人还想打人 来打啊 我就当是被疯狗咬了 我看你是不吃点苦头长不大的 慢着 我看该打的是你 是 看你简直想跳疯狗 不知这位姑娘是 菲尔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什么事啊 珍珍 谭叔叔 这么巧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什么事啊 出来办点事情 驾驶员呢 一不小心就把人给撞了 珍珍 这位姑娘是 她叫菲尔 是我的学妹从北平来的 菲尔 这是我谭叔叔 你也叫她叔叔吧 那就不必叫了 这样吧 珍珍 改日啊 我请你 还有这位菲尔小姐 到府上玩玩怎么样 好啊 那你可要下帖子 请我们两个哦 那当然了 再见了 再见 特别人 这姑娘不错啊 你要不要 刚才你就差点打了她 要知道 她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是 是 上车吧 你上车 来 好 杜丛探长 特法院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请坐 特法院大驾光临 有什么好消息 这次大帅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他心情好得很 大帅说了 多亏了你杜总探长精明能干 才找回了玉蝉厨这个宝贝 他说要好好的靠了靠了你 你说 这是不是好消息 好消息 肯定是好消息 你看这大帅一高兴 就一心为咱们上海着想 我都说了 大帅您日理万机 就别操心那么多事情了 可他就是不听劝 他说 别的事情可以不管 上海这个地方 是一定要保护好的 这么好的上海 可千万别让别人占了便宜去 我想 这大帅说的也对 您看呢 是是是既然要更好的保护上海 要维持军队的实力 那自然就得筹击军项 不过大帅说了 看在你杜总探长的面子上就少收一点 每个月嘛 五十万大洋吧 五十万 诶 多总探长 您千万不要过意不去 千万不要觉得这五十万大洋拿不出手 够了 咱们大帅是非常体恤他的部下的 他一心想的就是整个上海的安全 哪能图这几个大洋呢 你说对不对 就是个意思嘛 意思到了 就行了 好了 大帅的事情我转告完毕 正事就到此为止 我看着 刚才来的路上 我见到一位姑娘 展览蛮秀琴 她恰巧是你女儿真正的同学 这姑娘漂亮有味的 我算是真正见识了上海女大学生 所谓护上名媛 果然名不虚传哪 什么时候 请你女儿真正帮个忙 你哪弄来这些报告 不说都已经丢了吗 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还不能告诉你 莫非这样子还有什么隐情 可以这么说吧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好 好啊 你帮我查一下 八年前参与此案的巡警有谁在 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行 我两天之内也给你消息 好 在这儿呢 回来了 嗯 整天就知道什么消息来顾起来了 先来吃点东西吧 买的什么 但是你喜欢吃的点心 周明你也吃点 哎 我可不吃 我先走了 一起吃吧 哎 周明 这可都是你爱吃的 我真不吃 反正呀 这也没我的份 我也真不饿 哎 对了 你焦点那个事我会紧快给你办的 啊 我先走了 哎 先擦擦手 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哎呀 能怎么样 时间太久了 很多痕迹都被掩盖了 嗯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证据问题 别着急 肯定能查出来 尝尝这个 啊 哦 对了 我正想跟你说呢 以后啊 再也能给点东西 给人家点面子 做什么 他把它担心 你会把我抢了 快走 你一定定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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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别跟我叫苦啊 我也是没办法 这是大帅的意思 你们谁要有意见 自己找大帅提起 反正意思我是传到了 具体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其实啊 大帅也是为了上海滩 你想 如果打起来 兵荒马乱的 大家伙到哪儿挣钱去 是不是 想过安定的日子 还就得靠大帅的部队 你说现在凑点钱 充当军饷也是应该的 再说你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大老板 这点小钱算什么呀 是不是 那就明说吧 要多少 我就是 害怕这个谈笑礼 贪心不足 是口填不满的景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我明白了 我简直是 太年轻了 我太不懂事了 太 太嫩了 就是给毕凡当寒的那个神秘人 这都是你调教出来的 真是名师出高土啊 我这样子